抢救生命分秒必中 尤其是急性脑中风病患 发病抢救黄金治疗时间只有三小时 用能及时打通阻塞的血管 就能幸运逃脱病魔 解决后遗症 台南市建制提升急性脑中风转诊制度 希望让病患在最短时间内能接受治疗 我们期待就是说 未来透过这个转诊的这个平台系统 跟这个转诊计划的话 可以进一步再去缩短 所有急性中风 特别是大血管阻塞的这些患者 可以用更快的时间去接受到取栓的治疗 把血管打通 让这些病患的愈后 可以更进一步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状况 转难医院先前与消防局合作 建立台南市急性脑中风评估紧急医疗系统 病患在救护车上就能够搜寻 找到可以接收治疗的医院 10月份在联合学生家急救责任医院 建立转诊制度 由责任医院先为病患做取栓治疗 降低严重后遗症的发生 所有台南市的急重症医院 中重度的急救医院 跟台南市可以进行取栓的三家医院 包含奇美 安南跟陈大 一起加入这个平台系统 跟这个转诊计划之后 我们发现目前 整个转诊的时间缩短了30% 那病患的 接受取栓的这个比例 也增加了30% 急性脑中风后遗症 会造成肢体残障或是失能 甚至一元倒下 全家倒下 尽可能缩短病患急症发生 到送达医院治疗的时间非常关键 医师也提醒 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在耗发脑中风的秋冬季节 要多关注身体的健康 新唐亚太电视 史金旺领佩云 台湾台南报道 成